翠花天天吃野菜脸都吃绿了,天来有些心疼翠花,便捉来些鱼虾和青蛙,每到夏季来临,天来都会用泥竹做成鱼篓,当地人世代传承的这种鞭扎的手艺,看着粗糙却也实用。 天来虽说平时看着蓝散,但是编起鱼篓来也极为老练,不一会儿功夫便编成几个鱼篓,把鱼篓下近河道里做成陷阱,就能捉到不少这种冷水瓦,串成串挂在房梁上烘干,又够一家人吃上几天,翠花好久没吃玉米面团,还有点想念玉米面的味道。 当地的这种白色的墨玉米做成的面团,吃起来口感香糯,微微透着一点甜味,确实并不难吃。 接连下了几天鱼,翠花在家总算能好好休息几天,平时翠花不是下地就是去牛棚,童年也难得休息几回。 磨好的玉米面加入剩饭锅中大火炖煮,二女儿今天不知道是太困,还是有些感冒不舒服,独自躺在地上呼呼地睡着。 平时很少看到勤快的二女儿白天睡觉,翠花家里不能种植水稻,所以平时吃的大米都是买来的。 但是这种玉米却完全可以自给自足,尤其是今年,更是在山坡上开垦了好几块荒地。 玉米面用水煮成粘稠的面团,便是一家人的主食。 用铲子不停搅拌至吸干水分后,即可盖上盖子。 小火炖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,趁着焖面团的功夫。 翠花又包了一捆干柴,准备炒菜,将山上采回的几个佛手瓜,用镰刀切成厚厚的薄片。 采来的龙须菜切成小段,准备和佛手瓜一起烹炒。 天来今天,做来两串青蛙,翠花给孩子们切了两只。 用一个平底锅煮熟,让孩子们补充营养。 而他自己则切了几个佛手瓜和一把野菜,准备炒来吃。 炉火上架上炒锅,锅中加入一丢丢食用油。 撒入咖喱粉和小茴香爆出香味。 把切好的佛手瓜龙虚菜,一起放进锅中大火煸炒。 翠花不太会统筹安排。 家里最近吃的羊肉牛肉还吃过鸡肉。 他也没想过留一些和青菜一起搭配着吃。 前几天的十斤牛肉干,他两三天就吃完了。 如果能留着每顿饭来上一点,和青菜一起炖煮。 有荤有素又好吃,有营养又解馋又顶饱。 那样就能做到家里炖炖不离肉餐餐都开心。 不过翠花并不这样想。 他喜欢纯粹的味道,也喜欢大口吃肉的感觉。 吃肉便吃肉,吃菜便吃菜。 从来不讲究荤素搭配。 佛手瓜和青菜炖软后,用勺子铲烂成泥。 由于找不到垫的东西。 翠花便直接用手将锅从炉火上端了下来。 在盘子上产上两块玉米面团,配上佛手瓜炖青菜。 母子三人坐在地上大吃大喝起来。 煮好的青蛙肉。 翠花给孩子们咬进盘子里。 让孩子们补充营养,长长身体。 而她自己今天并未舍得吃。 左手一口辣椒,右手一块面团。 再抓上几把佛手瓜炖野菜。 翠花吃得津津有味,格外满足。 人性本弱,为母则刚。 翠花对自己并未有过多的奢求。 她从不对天来有过多的期望。 只求两餐的温饱和一家人健康。 正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。 几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,依然个个吃得白白胖胖。 翠花每每看到这里,心里也觉得多少有些欣慰。 感谢观看。 谢谢关注。 下期更精彩。